你正在收听榴莲FM 我是杨乔霜 好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我们回到天马行风 节目现场 现场有我加马 小青 玉未姐 好我们说说这个 国手这个婚礼 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 异样的地方吗 这几天 其实从一开始 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这个 李仲伟跟他太太的婚宴 然后到后来又峰回路转了 把那个焦点全部都跑去 他爸爸那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突 比较特别的地方 意外之处 小青 你又觉得有什么异样的地方 除了这一点之外 除了这一点 我是觉得说 婚礼搞得这么大 然后又有记者会还是什么的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宣传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 一些 就算 就算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但是一些表面功夫呢 还是要把它做漂亮一点 万般不愿意 也要做得美丽一点 其实我觉得 有些地方是我觉得相当的 相当的蹊跷 为什么呢 你看 这么一场婚礼 其实声势造得很大了 之前声势就已经造得很大了 但是真正婚礼的时候呢 当你把包装一翻开来看的时候 也没几张照片 你有看到一张全场的画面吗 我看的是新周日报 大概有一整面 两面包子都是在报道这个东西 然后有全场的照片吗 就很多贵族 贵族的贵宾什么的 这些来 对吧 就是说 有没有在第一场的 其实已经两场过去了 对吧 第一场的画面 你有看到多少 其实比较多画面的是第一场 就有苏丹 有最高元首 有纳吉 对 有纳吉 有苏丹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主桌上是怎么做的法 没有 就没有一个全面性的照片 就没有 对 就没有 这跟我们 你不只是看那个新周 你看好多报章 包括东方 包括光华 什么的 你看很多报章 都和我们之前的那种期待 这个落差很大 什么落差很大 他就说 我正要看这个婚礼的时候 这个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因为你宣传的那么好 又是六次的记者会 又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然后那个主桌上是怎么做法的 然后这个整个婚礼上是怎么呈现的 当然你各个这个主要的主要的贵宾 我们看到的是有首相 有这个有这个阿贡 都有来了 对吗 对 还有一些各界的一些朋友都有来了 但是真正你你你感受到了 那个婚礼的里面的这种气氛吗 其实你没有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呢 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而且呢 在那个报道的这边呢 隔过来翻过来呢 你会看到一个一个小型的报道 就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他父亲的 李宗伟父亲的 就是说就是非常难过了 不能来出席了 没有受到邀请了 等等等等的这些 所以所以是不是这里面有些 对于媒体来讲 还不是说对李宗伟个人的家庭 对媒体来讲 有一些难言之隐 对媒体来说 对媒体来说 比如说我拍了一大堆的照片 但是我我不能用 我不能用这些照片 怎么了 我觉得用了的话呢 就可能有反效果 可能达不到那个预期的这种效果 哦媒体人还是找小型 对对对小型 我在想这个 为什么讲说这个在报章的篇幅会比较小 也许我不晓得会不会有关系 但是就是前阵子嘛 就是那个李小慧的那个新闻 就讲说就是不要这样子来愚弄媒体之类的 在这一篇的报道 不晓得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关系 对 在联想会 他其实他表达了一个 就是说很多媒体 对经纪人所做的这些事情 非常的不能认同 非常的不满意 你把媒体当什么 招之机来挥之机去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你要给消息 不给消息 这样子的 然后你要说要 要这个什么 要给谁独家了 如何如何的 那你还找媒体来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种做法 包括这一系列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 我们这位国手 给人的一种印象 是不是那么拽 是不是那么 那么跋扈 印象可能就不会有 可能这些做法 也不是他个人本身的意愿 因为据说好像是 他的婚宴的那一些记者 就是那些媒体 他就是有一些指定的媒体 才可以 那一些不是的 可能比较小的 还是什么的 就没有要让他们进来 做拍照 还是什么的 可能我觉得 再加上之前 那个李小慧的批判 所以呢 可能这些篇幅感 就是这整件事 事前整个新闻这么热 事后好像没有看到 对 可能就是一种对他的报复吧 也不能说是报复了 可能就是一种 借着这件事情来去做宣泄 这样子 我人可以到 可是我就是不要给你这么多 类似是一种表达 表达的 但是我发现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共通 似乎感觉上 好像这中文媒体怎么了 都串通了 对不对 有这 媒体不都是这样子吗 一国的吗 对对一国的对你看 媒体都是一国的 到底是这个染缸里面染过的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对 你看 刚刚刚讲到这个地方 小慧你还是 还是替这个 这个国手 咱们去美言了那么多 不过你 你记得有这件事情吗 到有医保的时候 他们那辆跑车 一众人的跑车 对 在那里 没按规矩来趴车 趴在这个不是地方 对吧 就很多人对这个事情 有点反感 对吧 然后呢 出来也没跟人说 说声对不起 就扬场而去了 这些事情也是 也是也是 也是媒体给报道出来的 对吧 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 怎么都 都关于李中伟的新闻 都好像是负面 不 其实 总体而言 是正面的多 负面的少 但是为什么呢 当我们要把一个人物啊 塑造成偶像的时候 塑造成英雄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他正面的 不能够接受他负面的 是不是 这是不是这个听众的这种心态 或者是读者的心态 就是你说你要是成英雄了 然后你要给我一大堆负面的东西 我又怎么能认同你是英雄呢 所以最近这个网上就有人说 我再也不看李中伟的球了 就也有我们朋友 在志愈行男还还就是呼吁 不要这样子了 你这样子怎么好呢 你都不看不支持马来西亚 又怎么行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其实但人性是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 有的时候媒体也不注意 媒体要把它塑造成明星 对吧 政府要把你塑造成偶像 那结果明星和偶像 做了一些明星和偶像 不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就 效果就是急转直下 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这就是代价啊 这是代价 对啊 没有因为因为你 因为国手嘛 大家就是当他在比赛的时候 不管是电视电台还是报章 都全力的在支持他 对 所以其实他的红 他的他在马来西亚这么红 也是因为这些媒体 去捧他 对 包括我们的这个政要 我们国家的政要 就跟着一起去捧他 对 那就把他捧的那么红 但是天上有的 地下无的 都是归功于他 对 就是 差不多是最大了 对 马哈的加利拉 已经是了 所以都都在大家 把他捧的这么高的情况底下 然后回过头来 可能可能也闹的一些 不愉快的时候呢 就就就能够让你上 就能够让你下 媒体就是有这个力量 对 而且而且在在在 在怎么说里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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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刚才所讲的 一般上呢 嗯 是没有办法接受偶像的一些负面新闻的 所以很多偶像都因为一些负面新闻更红之后呢 就没有什么大作为了 嗯 嗯 在在各个的 对对 这这心里面就给你埋下了这种 这种阴影 嗯 而且而且有些有些的报道哈 可能可能人没有注意 但这些报道的话呢 呃 到底是给给他 是天分了 还是给他减分了 这个可能在见仁见智 然后举个例子来讲 OK 呃 首先一点我们讲这个 李宗伟的这个婚礼啊 将是这个世纪的婚礼啊 嗯 马来西亚之冠 我看 我看任何一个王子的婚礼会 未必有他这么隆重 对不对 的确是这样啊 这个马六甲的这个这个什么呃 周首长 哦 都没现场直播了 啊 什么都没有吧 没有现场直播吧 这是这是其一对吧 嗯 呃 马六甲的那个周长 这是什么叫什么 阿里罗斯坦 是吗 阿里罗斯坦呢 他 他的婚礼的出息的人数比他多 但是吃的东西绝对没那么好 嗯 就是这是普通马来人吃的那 那样东西罢了 嗯 对不对 也就花了四十多万块钱 对吗 四十多万块钱被你们公正党骂的一无是处了 哈哈哈哈 对吧 四十多万块钱被公正党骂的一无是处了 我许那个是公币啊 啊 公币 你你你你这个你要说有证据啊 要有证据来说话啊 不然可以诉你 我告诉你 说你连裤子都穿不上 哈哈哈哈 对 然后然后然后呢就呃 李中伟这个这个不要说四十万了 一百万也下不来 六百一十万 是吗 也没有了 呃 明确明确的数据可能还要还要去 还要到最后的公布 对对对 这些东西谁来买单 嗯 我们 有商家赞助啊 商家赞助啊 对 商家赞助啊 商家赞助这六百多万的 这个这个事件值不值啊 就是说呃老百姓现在开始看看人呢 就是也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愚昧的去看了啊 对 今天要问问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 还有没有记得做过去这个李宗伟 呃接受一块这个金砖 嗯 有没有 有 那可是劳屋的金砖 我知道 对对不对 那个是劳屋的 那个东西哈 其实你是接不下手的 嗯 对吗 呃 劳屋多少人在这个金矿的这件事件上 哈 就是呃 搭上了他们的健健康 对啊 搭上了他们的这种什么 就你你接得下这块金砖吗 那么呃 这个金砖的呃 开采金的这个商人借你的手 就把自己的东西给漂白 所以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说呃 当一个人就是坐上了这个英雄的这神坛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就是说不要去去让你的这个英雄就毁一旦 嗯 对吗 所以这这也是另外另外你看 串起来我们这真的要水煮的话 我看不不还不行要争气闷了 哈哈哈哈 所以这这里面这就真的的确是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去注意的 呃 那另外我还我还觉得一点 就是说呃呃呃 李宗伟的打赢球的时候啊 那回来凯旋的那个那个那个正式啊 呃呃呃 呃他的这个他都是哪来你知道吗 是谁谁次的 是宾州 啊对宾州 宾州 宾州给的 宾州给的 就是宾州这是呃 杰竹先登 你要就是就是给了他 马上他一回来就 啊 抢着要给 抢着要给 抢着要给这个 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啊呃呃 维杰你怎么看 这个现象呃 不知道耶 就关于这个拿朵的 的风 风的 我不太知道了 有可能是因为 因为他们想借着李宗伟的名气 而把就就借着当时他非常红 他打赢球的那种风气 嗯哼 来嗯怎么说呢 来来宣布本身这个元首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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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对 那他这个正式好处是什么呢 他背后的那个球迷 我觉得如果要说奖励的话 那就只是一个比较表面的那个外壳 但一些比较实际的意义就是 他背后有很多支持他的人 那你第一个就看中了他 然后给他那个拿读封号的时候呢 你这一个也不能够说是手段 你这个方式呢 无意间你就是把他背后的那些 支持李中伟的人的人心也一起收掉 一起拉过来 对 对 就现在就是李中伟呢 成了一个就被政治人物所消耗的一个 一个球星了 所以就看嘛 他就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 对于李中伟的这一号人物 大家都是相互的拉来拉去 因为他是国宝嘛 谁谁拉到呢 就是对自己都会有一些些好处 因为他 这其实有的时候 他是感觉上的一些好处 但未必他是真正给你能够带来好处 但是为什么朝野的领袖都有这样子一种模式的思维呢 就是要通过这种被捧起来的 我们把它捧起来捧成体育明星 被捧起来的这个体育明星 在上面就下这样子的功本 然后去拉拉回你的这个政治好处 为什么都会有一种这样子的这个 这比好几场的 我看我看这个这个奥巴马的竞选 罗姆尼的竞选 也没有看到他拿这个NBA的这个明星帮他助选啊 或者是拉上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什么明星来帮他们助选 美国的足球明星可能比较多 所以那个焦点分散了 但是马来西亚的 就那么一个 就那么一个 而且而且他的那个体育嘛 体育跨国际的 所以你讲体育这件事 跨那个肤色 我气就不打一出 接着这个那个体育 就是你背后你任何种族都看都看这个球 可是你如果是办一些什么讲座还是什么之类的 还有一些区域性的限制啊 还有一些肤色的限制 你这个颁一个奖给他 他背后任何种族的那个球迷都会对你有好感 这样他就有一些 就对他也不错了 有个好印象嘛 至少现在你跟我在谈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谁 就是那个啊 槟城州政府嘛 对槟城州政府 就是槟城政府在这个上面呢 是以最快的速度呢 是这个 抢着先示好 抢着先示好 对吧 这这也是 这也是大家 大家看到的 除了槟城之外 那我们还更多的可说的 这些天在照片上 我们也看了 这一路来 这么一两年来 我们也都看到了 还有谁 哪一些的这个 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什么人 对他特别的关照的 他有没有认谁 做什么开骂之类的东西吗 其实李总委 这一路来 自从2008年 2008年就 在大选的时候 也有人在开始消耗 消耗他的这个名气了 就 我的记忆中就是那个 谁啊 马华前总会长 那个林良石的儿子 就借用他的名气 就去打球 为他助选了 然后过后 就08年的 在那个 巴马当报的这个大选 他就刚好 得到了某什么的亚军 他一回到来 人家也是争先恐后 我去跟他 就拔抢回来 要做这个 竞选的宣传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可能是 政党要借用着 他的名气来 对于一些 中间的选民 就对政治 不太有 深刻印象的人 来直接 target他们的这个票 这个 韦杰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 李宗伟的这个 婚礼的直播 没有 没有看过 小金呢 我也没有看 因为当天晚上 有些事情在 我们听众朋友们 你们谁看了 这个 李宗伟的 婚礼的直播 不论是第一场 还是第二场 这些婚礼的直播 那 不妨就给我们 就是透露一下 你光看到了一些什么 东西 一些什么样子的画面 然后对这些画面 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不妨在Facebook上面 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吧 这么来谈 当然我们讲到了 就是说 这些政治 政治上的这个对手 都在抢李宗伟 要让李宗伟 为他们来站台 那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是会这么讲 这个李宗伟也是无辜的 就是他是被人家拉来拉去的 就说我今天 给要要在你站一边 明天要在你那边 我不知道 这个中委在这个林冠英面前 会怎么说 在这个罗斯玛芒说面前 又会怎么说话 或者说 就是说 冠英 不是手掌 这个我是心 人在曹营 心在汉 放心 不要紧的 就是说这个大城堡那一票 我会是投给郭树庆的 你放心 再回来 对 在这一讲 在这个 就说 这种或许 他不需要这样子表态 或许不需要这样子表态 其实 其实我觉得 就 在这个婚礼搞到这样大 会不会是有这个商业因素 或存在 而我觉得好像这个 李中伟在这个政治 政治的这个立场方面 还有这些 什么商业的 商业的这个方面的话 他也可以保持一个非常中立的 他们就可以不要去管 他就打好自己的球就好了 就这么也要去帮这个 林良师的儿子 然后一下又 又来 就在这个政治 政治考量底下 如果还没有一个政治的立场 他可以选择 就不去参与就好了 就去打好自己 我觉得 我觉得 应该带李中伟去见一下 这个 Guru Ni Aziz 从那边吸取到一些 这个 精神上的营养 对不对 要从那边来吸取一些 精神上的营养 你看 那他他很难就是抵挡的住 这个来自于 赞助商 或者是金钱方面的这个诱惑 而且很多 包括政府啊 就是 迫不及待的 就是送钱给他 当然不是很大的一笔钱 毕竟马国还是小国嘛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关 对吧 但是也是十万三十万这么送 对吧 送给他 但是你你你话讲回来 这十万三十万呢 当然对一个 对一个求援来说 是不错的一个收入 但跟富豪来比 仍然还是 还是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 他怎么也撑不起六百万的婚礼吗 对不对 那还是有赞助商来来来来出 这笔钱来承担这这样的费用 但是赞助商承担这样的费用的时候 羊毛还是要出在羊身上 对不对 出在谁身上呢 消费人身上 对吗 对 你任何你任何这个商家 在你你把这你的广告的时候 是不是算到你的成本里面去了 你算到你成本去 不是出在了这个消费人的身上了吗 所以你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李仲伟是他没有办法抵挡得住这个商业上面的这种诱惑 甚至人办一个这个经纪公司的话 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就是自家人就给自家人做经纪 其实这是比较违背一种一种这个一种比较好的商业商业模式的对吧 所以你看李仲伟的这一场这个婚礼引出来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思考 这种思考我觉得这除了在这个政治上所面对的这些问题 所以他还引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包括这个刚才小新你也谈到这媒体在处理你中委这场婚礼的时候呢 可能面对了很多难以决策的一些一些方面 比如说一大堆的照片在我这个编辑的手上 哪个照片我才能让他出街呢 你想象不到整个婚礼的场面或许没有几样温馨的这种场面 对吧 没有看到这个李仲伟怎么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分享这个婚礼的这种幸福喜悦 没有办法看到李仲伟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 和他的亲友们在一起分享那一晚的这种喜悦 有的呢都是高官贵族显赫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你展现给读者的时候 读者要倒胃口 读者要倒胃口 读者觉得一点温馨都没有 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很难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连文字的精彩之处你都感受不了 所以到第二天第三天迎亲的这一天呢还略略有一点氛围了 你可以在照片上面略略的看到一点氛围了 我们讲到这个国首的这个婚礼之前的几个招待会包括小慧在面子书上给他贴的那些那些东西都其实都反映出来的其实今天的社会啊对自己的偶像是有要求的 嗯啊我们对自己的偶像是有要求的我们能说呃这些偶像们就说呃你你把所有的好处占尽 然后呢呃这些剩下的垃圾呢你就留给我们这些读者来享用了啊我们让你知道哇你坐的是劳斯莱斯的这个车了 啊也有人站住了对吧一个婚纱就是好几万呢啊也有人站住了对吧第一场宴席在多豪华的地方开 然后呢又95桌第二场又是180桌我说你你这样对你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你是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榜样 你让我怎么学习你你告诉我让我怎么学习你让我怎么能够达到你那个程度那也是去打球吗 对就呃刚才加码有说到就是他整个婚宴没有呈现那个温馨的那种啊场面 是而这整个整个婚宴呢我也觉得有过度高调了嗯嗯过度高调了而他呈现出来的东西呢我们也不知他在呈现什么 我们看见的就是他跟一些高官在一起而已嗯然后就没有带出就呃一个明星偶像啊所要带出的讯息啊比如说笑声啊之类的就反而就没有一些呃比较呃比较正面的一种呃一种形象嗯出现在这个婚宴里面嗯嗯好我们看这个Facebook上这个破病少说哈他说一句身不由己呢就可以盖过一切啊反正呢很多 很多的粉丝呢会去捍卫他的啊哈哈这是他他这是呃发现的中尾的呃说话的时候啊一切都是身不由己的啊那么啊另外呢呃我们这个呃 他说啊球场上本来被尊重的经过了这个世纪婚礼呢他失掉了很多人心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而且呢两场婚礼的新郎跟新娘呢都没有坐在一起这个世纪婚礼呢有什么样意义啊啊两场婚礼啊我没有看到第一场婚礼的照片第二场婚礼的照片呢我反倒是在这个Facebook上看见了 而且也不是官方所登出来的这个照片那你注意到这一点吗那官方为什么不能够就是登出一个照片呢难道真的是没有人在场吗绝对不是而是因为登出来之后呢呃唯恐呢是更更差的这种反应对嗯好了我们再进首歌回来我们继续天马行空一听就喜欢上了从此不离不弃 游人FM我是郭素庆 流量当头自由告照我们回到节目现场了我们一直还在讨论着这个呃国首的这场婚礼啊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呃这里面呃有些蹊跷的地方呢就是在报道他婚礼的时候呢同时呢也报道了他父亲远在大山脚啊不能出席儿子婚礼的这种呃呃痛苦的心情啊那当时很多人都不能够呃接受 那我就是其中一个不能够接受的人我非常非常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你看我们马来人的婚礼啊对不对对他这个我们叫拉杰斯海里对不对就就坐在那个地方那文字不动的就坐一坐就是一天那父母呢都在两边啊在两边这是守着他负责接待来宾啊什么客人啊亲戚啊等等的这些一天所以你你能想象就是说没有没有父母参与的这个 这个婚礼吗对吗呃你不论是马来人或者是印度人我我那次去去哪里啊我去呃去什么地方我忘记了回来的路上啊呃就经过一个小学华小华小的礼堂里面呢就开一场宴会那场宴会是什么呢是印度人的婚礼啊印度人的婚礼在印度人的婚礼上面呢就是我看到呃 当他父亲这个新新郎和新娘的父亲都上台来要讲一段话啊讲一段话就是说呃呃讲他孩子在家里的这个状况啊什么之类的啊那是印度人那这可能是基督教徒的我不知道反正是他们的这个婚礼的方式在华小的礼堂里面这是一个特色我听很多人讲过印度人开婚礼啊 啊都是在华小的礼堂里面办的对很多都是这样的看见过吧对了好然后还你再说一般人一般人对不对一般人啊他们在长屋里面啊做做这个婚礼啊然后那个长屋有屋长啊屋长就要拿个鸡在你的这个头顶上挥舞挥舞啊这样就给你驱邪啊然后呢还当着他父母的面那说一些这个祝福的话啊这这都是做婚礼的 你什么人都好日本人啊欧洲人啊非洲人啊但是你我们的偶像啊你是啊你是我们的偶像啊是体育明星啊对吧然后你的婚礼里面你没有叫叫你父亲去你没有叫你母亲去啊那这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也没有交代对他也没有真正的去你也没有交代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能接受很难接受接受不来嗯哦对所以至今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官方的说法说呃这是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但是在网上已经有流传一些呃说说看呃说说看就就他们说他就是李宗伟的爸爸是一个烂毒鬼嗯然后在他小的时候我就就因为借着他很会打羽球的这种呃这种呃这种技术 嗯嗯嗯就带他就带他到处就带他到处去打球嗯在打球的时候就跟人家啊就开这些赌盘嗯而从中赢取这些赢利嗯然后我也我最近我也有听过啦就呃呃我朋友真的是大三角的他也跑回来告诉我嗯嗯就说呃呃网上流传的这些就说他有小山啊嗯就呃呃常打他家人啊之类的嗯这些都是在大三角一带一直都在流传的嗯所以住在大三角的人一定知道这种消息嗯嗯嗯嗯 所以所以所以在在这个事件上呢我不懂大家看法啦就他爸爸如果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嗯嗯呃呃但是李宗伟是不是要也应该就邀请他爸爸去他婚礼呢我觉得应该嗯我觉得还是应该也就是说呃第一个问你的就是说呃他是不是你爸爸嗯对我第一个要问你如果如果你觉得 他还是你爸爸的话那为什么不应该参加你的你的这个婚礼呢嗯对吧对就是说你下你你这辈子的后半部分要不要见你爸爸呢嗯对吧你还你还是要见你爸爸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能让参加婚礼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呃设想比如说呃你爸爸参加会礼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嗯是他的情绪啊或者他的举止啊嗯呃会不会呃过分是 是你在婚礼会是你在婚礼上出现一些尴尬呢嗯啊这种情况这情况难道就没有没有一个方式去去控制得了吗嗯对啊这是其一其二你也你父亲这么长时间哈如果说了老实讲哈你都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对吧嗯你你也不能说是一个经济状况有问题的人对对吗那么你家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形 嗯你应该想方设法去做一些的处理要想方设法去解决利用你的这种人脉利用你的资源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资源去做一些这样子的处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没有看到网上的流传做了些什么东西嗯没有没有看到网上流传说的比如说呃可能说网上里面讲到说替父亲还了一些赌债了然后父亲还要继续的去去 读了啊啊这样这类的这个东西但是呃所有的这类的东西呃为什么我们之前你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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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交代对吧所以所以今天人家也只能认为那是只不过是一个流传而且这个流传里面可能也是一面之词还没有第二面的这样这种说法嗯但问题就说回来了你看我们我们我们这个说呃 呃几样东西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第一样东西说呃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文化对吧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呃呃我们都要看就是说子女都应该是孝顺孝敬的对吧孝顺孝敬的角度来讲就是呃不一定呃父母永远都是做对的父母也可能会做 都做错一些的事情但是父母做错事情并不是你拒绝父呃他们来参加你的婚礼的一个理由嗯能够成为一个理由吗应该不能够成为一个理由呃有没有学过什么呃弟子规之类的东西啊啊啊弟子规怎么说说这个父母乎这个 嗯应呼远员呃呃呃这个行无懒对吧就是你你不能够这个呃父母叫你不能不来对啊然后父母说的东西你不能就是偷懒不做对吧那么父母叫这个顺敬听对你要你要父母怎么叫你呢你应该听嗯这个父母则息顺程你你你必须去顺从顺程父母有什么要求你应该尽量的 去满足对吧呃父母有事情交代的话你应该马上去做那么呃做错了的事情呢父母要责备要教训你的时候呢你不可以强词夺理让父母伤心啊那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基本的这个呃礼仪啊你不是说礼仪廉连迟吗啊滑小的课题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嗯我觉得没有没有借口不邀请对你没有借口 你找不到借口去不邀请不让你的父母参加那一刻我觉得呃一个婚礼大概呃四五个小时的这个过程里面难道就容不下父母啊嗯那你不仅仅是你父母一个人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添下你所有的粉丝的事情嗯其实你你失去了很多 从这一点上看对嗯对对失去了很多这个让让所有的这个呃你的粉丝对你的那种期待对你的那份尊重哈呃就算就是说你你让你父母呃去参与了这个婚礼然后人家都又知道了你家里所发生的这种不幸那么是不是你的粉丝对你有更多的那一层尊重嗯嗯 对啊如果如果如果他我如果这个事情呃那个网络所流传的这个这个这个他爸爸关于他爸爸的事情若如果我们打个比如如果是真的话嗯如果当天他有邀请他爸爸出席的话嗯这个会不会显得就以一个偶像来说呢嗯就形象会更加的良好那当然了对哦当然了你你你你最最最起码的最起码的这种 呃这种什么这种文化的这种传承吗这种文化的这种抵御吗对没有啊所以我这时候觉得马来西亚教育是一种失败的这种教育啊为什么就是华华小里面天天礼仪廉使礼仪廉使啊这些呃挂在嘴上的东西啊但是我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嗯我们的球星我们的偶像都做不到更不用说一个普通普通的凡人里面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呃做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思考所以我觉得也可能这个是一种尴尬包括媒体所面对的一种尴尬嗯啊那当当这种尴尬呃呃出来的出现的时候哈特别是中文媒体我觉得呃非常不知所措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你看这偶像是我们给塑造起来的是我们打造出来一个这样的偶像这偶像呢还代表这个华人是华人的英雄啊对不对是华人社会里面的一个英雄那么这样一个英雄我们本来不不能够允许这个英雄身上有什么瑕疵啊不允许结果但是他不断的去暴露这些瑕疵出来那这些瑕疵出来就是呃有有有的时候我们我们 我们讲就是说每个孩子其实呃跟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有吗嗯其实说真的啦就真的是不知道说李中伟的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背景对但是如果是就这件事情来看真的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一定要把他的家人请过来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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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说了嘛他这一场婚礼是现场直播的所以他的那个宣传性是非常高 嗯所以任何的那一些会会给别人舆论的那些话题啊嗯一些什么东西他都他都应该要尽可能的去把它撇除嗯所以其实照理来说呃就就他真的是一定要一定要去请他的父母然后就算他心里真的是呃万般不愿意嗯可能对他的父亲有一些怎么样的那种情怀嗯但是他毕竟就是他的孩子嘛 身上流着他的血他的肉就一些进一些敬意啊笑道啊敬差还是不管怎么样的嗯这一层如果是做到的话其实是为他加分的嗯嗯嗯对啊所以你看我们呃Facebook上朋友哈有有有很多的留言啊大家都对这个呃发表一些自己的这个意见好这个呃Taking Corner他说在婚礼是自己的私事怎么可以给人 什么事情奇述了去呢呃呃我不太了解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哈呃呃但是呃的确婚礼是私事嗯你要是把它办成一个你很私人的这种婚礼的话呢今天我们不会开这么一个课题来说那么但是今天你的婚礼被奇迦了他说了呃这这也是我们这个呃师 有所说的这个事 你被谁骑劫了 可能被政府骑劫了 可能被国家骑劫了 今天到底是你家的婚礼 还是国家的婚礼 这一点我们全部都迷惑了 都已经不清楚了 已经分不清楚了 应该站在你的立场说话 还是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 说这个话 对吧 好 我们还有朋友说到 他说 这个只能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旦跟金钱利益牵扯上的关系 再也不能保存原有的意义了 有得必有失 如何舍取 个人的价值观 是暴露无异了 你那边还可以看到一些评论吗 对 有 那么我这边看到了 另外一个朋友 就安安他说 原本梁小口的婚礼 应该是很开心 很浪漫的 既然他们要把自己的婚礼 这么高调的 搞到像元首的公子 娶公主一般的 真的不懂他们两个是否觉得很开心 还是很痛苦 从他这个角度 对啊 他是同情他们的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comment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 这个Coming Mind 他就说 我听过这么一句话 不要穷得只剩下钱 李中伟好像也到了这个境界 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种 有的时候你说是身不由己吧 但我们也同情 这种身不由己 但有些东西打底 是你自己的底子 有一些问题 就说怎么 你家庭是这样状况 老实说 这是一个万分之一的缩影呢 还是这个冰山一角呢 所以这个 这个我想我们很多这个华社里面的这个朋友啊 都会了解 这个赌博啊 这样东西对我们生活里面是多么的有害 对啊 那么呃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又放不下赌博这么回事 又放不下 因为觉得如果我们一旦放下的时候呢 可能又牵扯到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权利啊 那权利自由跟赌博之间呢 我们很难把它划清 划得非常的清楚啊 在这一点上 我好像觉得矛盾重重 内心的矛盾 也是经常出现的 呃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在这个呃 孝敬 孝道 孝顺 呃 这个方面呢 呃 我们也会给我们自己很多的理由 呃 比如说时间是其中的一个理由 第二 是我 我的长辈对我好不好 是另外一个理由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理由都能让我们觉得 就是我不孝顺 我不孝道 是理所当然的 嗯 那我我我看到很多呃 包括网上的朋友就在评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怎么怎么样啊 对这个李仲伟表示这个同情 当然我们也同情李仲伟这样子的 如果真的是这么样子的一种一种情况的话 但是我们至今也是只听了一方的说辞 也没有听到另外一方的说辞 但我换一句话说 呃 你父亲没来 母亲能不能来呢 能啊 他母亲没有来吗 有吗 但是在照片里面就有他母亲 有吗 出现出现在这个 只是他父亲而已嘛 对 只是父亲而已 父亲没来 那我们就了解到就是 呃 家庭之间的有一些有些这样子的这种这种这种矛盾啊 所以这个婚礼呢本来应该是一个让我们就是期待 让我们这个有一种美好感觉的那那种婚礼对吗 结果现在呢变成我们议论纷纷议论不断的一种一种婚礼甚至 毕竟首次嘛是季婚礼啊 当然就是大家会会谈一些谈一些什么的 而且再加上他爸爸从那个在他婚礼之前在Facebook上面写的那一段所谓的祝福语 那那那其实就是一种其实我是觉得那那那就是一个就是在诉说一些不是啦 虽然他一直在强调说我只是我没有我没有说想要讲自己儿子什么什么过去的一些事情 他纯粹他就说他自己纯粹只是想要抒发一些个人的想法 但是他的这一个举动背后的那个含义其实也偷偷暗示着那种 我就是要你就是看你怎么办这样的那个那个会会有这一个层次的意思出来 所以其实在里面就是真的是可以了解到他们家庭里面本身就是存在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纠纷 但是不管他们父子的感情在在怎么糟糕都好 那就就这婚礼嘛就已经不只是就不是只有他跟黄妙珠 然后还有这两个人未来的家庭还有未来的幸福的那一件事情 就不是这两个人的事情了 所以就是大家会议论那也是那也是尝试啦 不议论才怪啦 这个KF Chung就说了 他说笑很多人都做到能做到顺的有几个人呢 就是他有他这是一种看法啊 我们今天把这个婚礼呢是煮了一通 不过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从这场婚礼上面呢 我们真的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啊 我们特别是学到了就是人无完人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 当然我们也祝福李中伟和黄妙珠呢 就是幸福快乐美满啊 能够这个白头偕老 能够就是继续的为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羽球事业啊 羽球事业呢做出他们的贡献 好那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了 我们时间也到了 我们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一个愉快的礼拜一 好大家拜拜 拜拜 再见